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欢迎收看我的节目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近日流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 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考虑今年秋天全面接管台湾 就开始打台湾,来帮助自己连任 不过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中共一看俄罗斯打成这样 美国科技这么先进,中共攻台的机会就已经让失 台湾专家表示,中共军队目前还不具备攻台的能力 我来讲一下这个FSB这个文件,它的南龙去脉,它是怎么流出来了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3月16日报道 俄罗斯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师撰写了这一份报告 3月10日被俄罗斯人权团体,一个人权团体的负责人 叫《奥赛奇经》在脸书上公开 好,那这个呢 自由亚洲问,虽然外界对这份报告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但是曾经获得欧洲调查新闻奖的调查记者格罗哲夫 他在推特上表示 他将内容,报告的内容发给了两位前任和现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 两人呢,皆称,毫无疑问,这是其同事写的 其实我看的这些新闻呢,我在想啊 俄罗斯他这个情报能力就算这么差 也没有差到这个程度吧 这种机密文件就被泄露了 这让我感觉匪夷所思 他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如果中共他今年要,秋天要打台湾 现在什么时候了 现在已经到三月份了 还有就是他要准备这一场攻台的战争 起码要准备一年 就从军事上来讲 单纯的来讲 起码准备一年 是吧,这第二个啊 第二个疑问是 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然后跟中国打台湾 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必然关系 你看到网上啊 我就不理解,我看了许多政治评论 一讲俄罗斯打乌克兰 然后中共这边就要打台湾 谁告诉你的 你从哪里得到情报,得到的信息是 是美国政府告诉你的吗 所以我不知道许多人 总是拿一种 并不存在的东西 去那个推广 我搞不懂 我想不懂 包括把那个乌克兰跟台湾相比 乌克兰跟台湾怎么内比啊 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 关键的是什么呢 老共如果真的要打台湾 你俄罗斯情报局你能知道 能够让你知道 老共 毛泽东当年打金门都没有告诉苏联 邓小平当年 不是邓小平 1996年 当时江泽民那个导 不是有个导弹危机吗 当时确实说要打台湾 但那个机密呢 有没有告诉俄罗斯啊 根本没有 他不可能告诉任何国家了 好 这个时候呢 但这份文件披露 主要是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啊 当然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拥有很多 并不是说 FSP说他就多么厉害 他已经不是克格勃了 他整个国家已经日落西山 他的情报能力本身就已经质量很差 如果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出台一份报告 说老共今年秋天要打 那可能性比较高 你俄罗斯出的这个玩意 整个什么分析员随便写个报告吧 基本是这样 所以不用太担心 而且许多人呢 一讲这个脑共打台湾 就说怎么搞怎么搞 我说实在的你担心什么 台湾背后就是美国 你就问中国打不得打过美国 打不过 那就结束了 那这个问题就已经结束了 就打不过美国就行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台湾问题说到根上就是美国的事情 就你打不打得过美国 你包括美国说在全世界建立 军事基地 北约 美日养毛同盟 美韩 美非 美太 还有叫美国跟新加坡 美国跟全世界大概有 三十几个国家是法定盟友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最强 实力最强 你要厉害 你把美国打败了 格局就改变了 对不对 就这么说吧 这地球啊 你不要 中国如果你把美国打败了 不要说台湾是你的 全世界都是你的 哪个国家把美国打败了 那地球就是它的 你别人 别说一小小台湾了 为什么 关键你军事力量差美国差的太遥远了 全世界加起来 打不过美国海军 美国十一艘核动力航母 十一艘啊 六十几艘核潜艇 你跟美国怎么干 一百多架F2 二十几架B2 隐形轰炸机 美国每年 大概一年生产一百架左右 还是还是还是二百架左右的 F35 这个产量 你跟美国怎么比 差距太大了 真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想那边想 想那边想 你跟别说什么预警机的 侦察机 卫星 然后就到那个AI 芯片 还有叫 整个电子战 完全跟美国就没法比 反潜作战等等的 全部是差距 全人类跟美国就 差距太大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美国的钱 一年七千多亿美元军费 一个航母一百多亿美元 一艘军舰二十几亿美元 你这一般人 一般国家你有钱吗 所以这个呢 我说实在话 你想到别想 想到别想 这份报告说呢 习近平为了取得小胜利 这个时候呢 来让自己连任 美国目前借俄乌局势威慑习近平 而习近平的政敌 则取得反对习的有利条件 其实我看这报告 我就觉得很搞笑了 年年所打 我也写个报告 明年中国攻击进攻台湾 后年中国攻击台湾 你上网搜一下 网上从2008年打台湾 2010年打 2011年 2015年 2016年 一直到现在 怎么可能打台湾 台湾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美国 有几大红线 首先 美洲为中心 第一 任何国家 不要想在拉美租军 放导弹 想到别想 拉美是美国后花园 第一 第二 美国的全球战略 一个大西洋 一个太平洋 欧洲 日本 韩国 台湾 美国的左右臂 是美国的 绝对势力范围 冷战就没有任何人 跨越这一调红线 没有 第三 美国的红线 美元 石油美元 全世界的大宗商品 大部分结算石油美元 美元在国际交易中 在金融领域 整个就是一统天下的 就这还打个屁啊 美国差距太大了 台湾内部呢 总有一些人说 哎呀 我举个例子 首先如果你是台湾人 你就不要想着老共 要不要打台湾了 别想 因为老共不可能打 老共打你就像个打美国 真的 就想都不要想 你就想老共能不能打到过美国就行了 这是第一 第二 你呢 该干嘛干嘛 该吃吃该呵呵 什么都不要想 包括说哎呀 当然要买武器啊 要买美国武器 买美国武器的目的不是说老共过来 我要打老共 为什么 你买美国的武器是给美国提供一宫 就是说交保护费 然后呢 美国这些军宝公司跟你产生贸易 那么相应的国会里面的议员就会听你说话 相当于 一种反馈吧 就互相的交流 美国帮助你这些 你帮助美国这些 就是这样 但是 最重要的是美国 美国的承诺 美国一定会来 想都不用想 就是这样 那你说美国不来 美国不来 这个仗就没法打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 如果美国不来 不参与这场战争 这个仗就没法打 老共那是不是说 轻而易举就把台湾给拿下 根本不可能 就以台湾现在的军事力量 老共就单挑啊 老共把台湾拿下 那也费劲了 他也要付出很大代价 非常大的代价 所以一点都不用慌 你想都不用想 慌什么慌 而且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 反而对于台湾是有好处的 尤其 我说错了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 对台湾是有好处的 台湾这个时候 你的利用价值就越来越高 上世纪80年代 1979年什么 美国抛弃台湾 跟中国建交了 因为他美国要拉拢台湾 美国要拉拢中国 对抗苏联 那台湾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现在的话 美国主要对手是中国 正好要拉动你 所以你的重要性就会 急速上升 对你有好处 想都不用想 台湾最近几年的经济 为什么暴涨啊 经济就发展这么好 美国跟中国关系越来越差了 首先美国大举投资台湾 你要台商回流 你定理问是太重要了 不管你是跟你做生意 还是跟你贸易 就跟你贸易啊 做生意啊 还是从军事上来讲 你这不可替态的作用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所以大家尤其是在台湾的朋友们 该干嘛 该吃吃该喝喝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吧 拜拜